美日韩首脑即将会晤 台海问题外部联盟初步形成 太狂妄了 解放军早已溅在悬上 大家好 我是湘英华 一个日本一个韩国 我们家门口两个邻居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两大盟友 不过这三个国家 虽然一直以来动作不断 但也没有举办过正式的三边峰会 而是借着别的场合 喷个面谋划一番 比如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借G7峰会的场子建了一面 而这才过去刚刚三个月 这三个国家 竟然罕见的说要举行峰会了 根据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近日表示 将会在随后几天内 向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以及韩国总统殷熙要发出邀请 同他们一起在戴卫营 举行一场三面峰会 谈谈科技 教育和国防三大领域的合作 并且美国方面还特别提到说 要着手启动一个三国相互防御新措施 希望日韩两国能够开展更为密切的双边合作 以加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这个消息一出来 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我们知道 虽然日本和韩国对美国都说得上是中心 但日韩两国之间其实一直都有着深厚的历史遗留问题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矛盾存在 日韩之间的合作一致备受影响无法推进 而美国所惦记的美日韩同盟 更是迟迟都看不到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进展 而殷熙越的上台无疑是给了美国一个可乘之急 随着殷熙越带领韩国逐渐向日本靠拢 缓和日韩关系 拜登便顺势攒了局 拉着日韩首脑一起 要史无前列地召开这个美日韩三国首脑峰会 而且知道我们注意的是 美国方面还有消息透露 说美日韩三国首脑将会在会晤期间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以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这显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 要知道日韩两国在多边场合上 针对台海问题发表意见的情况 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此前日韩政府官员就台海问题出言不遂 基本都是在其要和美国政府人员见面时 所做出的表态 或者就是某种单独场合讲几句话 总而言之就是他们还会尽力保持一个低调的状态 避免直接挑衅中国 而是更多的体现在对美国表忠心这一层面上 而现在美日韩要在同一场合上 共同发布涉台声明 这韩真的是上述首次 我们应当意识到这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和风险 也就是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对话联盟已经初步形成了 甚至说美国费心思想搞的亚太版北约 已经出现了要成型的症状 一边是赖清的串访美国 一边又是美日韩要联合发表涉台声明 这种美日韩和台当局一同联动的动作 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说明未来我们在台海问题上 要应对的局面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凶险 当然尽管目前来看 拜登好像成功拉拢了日韩一起来遏制中国 但从实际情况出发 美日韩真正要形成同盟 其实也并非轻易就能实现的 首先日韩两国的矛盾是历史由来已久 现在在美国的游说之下 两国强行把手握在了一起 但背后的风险和隐患并没有解决 就说尹熙悦的妥协也并不是毫无底线的 他在配合美国的同时 也需要给国内一个交代 而美国呢 这次说什么 希望日韩密切合作 加强美国的利益 这也摆明了告诉日韩 他们不过是美国的吉仙峰和马前卒罢了 在台海问题上 解放军早已是箭在悬上 许事待发 倘若台海真的有事 美国所谓的相互防御 只不过是让日韩征兆当炮灰罢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咨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